骑行天下 骑乐无穷 各位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顶级赛事 骑牌乐 又是新的一周 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最新鲜的骑讯 最有趣的话题和最精彩的对局 明局经节 王玉辉七段和梁雅第二段 将为您带来第十六届三星财产杯世界围棋大师赛 李哲六段对调停环九段的精彩对局 本周2011金利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战霸第十四轮 结果辽宁三比一击退上海 而重庆二比二主将赴山东 这样凭借主将胜率 辽宁绝华岛队今年首次登上积分榜的首位 重庆贵州分列二三位 而平梅和上海依然身陷宝级泥潭 本周的另一个焦点是第九届剑桥杯中国女子围棋公开赛 经过连续五天的激战 曾经四夺剑桥杯的老将张璇八段宝刀不老 立刻年轻的世界冠军宋荣慧 时隔六年再次打进决赛 十月底他将和小将曹佑尹进行三番棋决赛 好了 一周的奇人奇事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 他将为我们继续带来围棋古典名著 繁育药处总决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各位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接着一起学习和感受清代其盛 诗乡下的民著繁育药处总决 在之前呢 给大家汇报我的学习体会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们在看待无论是诗乡下的繁育药处总决 还是著名的当湖时局 还有黄龙式的雪类篇 这些古棋的经典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一个稍微新奇一点的角度去切入才比较好 什么角度呢 第一 就是围棋子放在棋盘上是活体 就是想象这一点啊 我们要求自己想象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有的时候这样想 假如我们把已经放在棋盘上的棋子 和没有即将放在棋盘上的所有的双方棋子都想象成活体的话 事实上呢 围棋固然是一个游戏 当然它也是文化 也是体育 它固然是一个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 我们发现你是对所有的棋盘上的活体 它的能量 价值 等等 这些方面进行综合的宏观调控 进行管理 那么围棋实际上又变成一个什么游戏了呢 就变成一个政治游戏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就会觉得这个棋局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那么同样的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来了解古棋 以及古棋当中的棋文化 他们的一些立场观点方法 那么就便于我们可以品味到更多的东西 其二 就是要从古人他们对于棋的论述 他们一些观点是从什么角度 呃 什么背景情况下去理解呢 就是他是在坐子棋的条件下去理解 就是这两条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他们当时的环境 他们当时候的呃 当时的大气候啊 是坐子棋 不像我们现在 呃 什么棋子都没有啊 可以随意挥洒 是不一样的 哎 这话题呢 我们在设计到繁语要是总结以后的有些条目的时候 会再给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双单行线定敲单 乃令占众 我再重复一下 双单行线定敲单 乃令占众 那么在这句话的背后呢 又跟了一句 跟了一句解释 这个叫 祭敌 詹 此而尽 故夺 祭敌 詹 此而尽 故夺 好的 我们来看看诗乡下棋盛 他呃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呃 我们请看棋盘 我们假设棋盘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府 这个 因为啊 在古棋当中啊 他说到 有些棋行的时候呢 我确实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啊 在这个古典的棋谱当中去挑出相应的棋地来说 那个有点啰嗦 有些时候呢 写意的画个示意图 主意 比方说现在 中府成这样之后 我们知道在非这个棋行当中呢 有些时候叫 呃 非可以跨断 假设跨断了 那么对方冲断了 这是跨断当中一个长形 然后呢 断了之后 断向一方长 根据同样的道理 在扭断的更多情况下 双方都是应该断向一方长 那么白气也应该往这边长 其实呢 黑白双方有刹在一起啊 彼此都是断向一方长 长成这个形状的时候 我们大家再用我们的生活尝试一看 发现这个棋行像什么呢 像不像一个太极图 可不是像一个太极图吗 像不像一个小孩手中玩的风车 这个呢 当然是题外话 我们再来看哈 按照正常的行棋的规律 断向一方长 应该下成这样 但是它变了 假设变成什么样呢 请大家看起来 假设变成白气这招棋 它来压 它压成这样 那么黑棋下一招棋叫紧七二指头必斑 它就一定是斑这个 接着呢 白棋因为显然这个是不能断了 这个再一断人家争掉了 所以白棋一定要补 但是紧七二指头的时候 它怎么补呢 它当然就只好跳 无论是这个跳 还是这个跳 它肯定是跳 好了 跳成这样 我们再来看诗香下棋盛 在凡育要处总绝当中说的 叫做双单行线定敲单 什么叫双单行线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叫双单行线 请大家看棋盘 这个叫双 两个棋子 这个棋子叫一个棋子 叫单 就是双单这个棋形出现的时候 就叫双单行线 双单行线的时候怎么办呢 必敲单 必敲单 就是必敲这 它这个叫敲 敲在这 我们当然现在可以叫靠 这个是在双方有杀的时候 棋形接触站的当中 很著名的一个技巧 双单行线必敲单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最后下一句叫乃令沾重 就是你要促使对方 沾得成为一个鱼形 成为一个很重的形 然后可以考虑把它接上 这个棋形很说明问题 我们知道为什么围棋盘上 棋形在一般情况下 鱼形都不好呢 那就是叫重复建设 那就要重复建设 或者叫物资的浪费 对什么东西 这个浪费是最要命的 在围棋盘上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可以夸张的说 你死一块棋没有关系 但是你棋形结构不好 无端的浪费 那是不好的 那可以说是 几乎可以说是最大的罪过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在围棋盘上也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棋形 那么他下一步呢 下一句当然实际上下 跟了一个解释 叫做寄敌占此而尽 故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担心啊 这个棋对方啊 有机会啊 占 这个棋他叫占 我们叫双 叫敌方占此而尽 白棋这个棋形就尽了 黑棋很难再直接的借力了 寄敌占此而尽 故夺 所以我要把他抢过来 这个就叫啊 行 双单行线必敲单 哎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可以说这个棋形在很多情况下都适用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 对这个棋形要有个总结 第一个总结呢 我想建议大家就是 紧其二子头必然是鱼形 他接下来无论怎么下 只要对方操作得当 紧其二子头必然出现鱼形 这是其一 其二 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在实战当中呢 叫做是以致辞不得不然 有的时候紧其二子头是不能回避的 你回避不了 在战斗当中 那怎么办呢 不能因为双单行线必敲单 我这个棋形乃令单 占中啊 我这棋形就不行了 就不能下了 这棋就输了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对于这些 名人名言 我们的不仅仅是围棋盘了 我觉得在方方面面都是这样 如果你单独的引出一句来 那很容易就出现断章取义 很容易就出现教条主义 所以呢 还是要灵活运用 如果说不能回避的话 那么紧其二子头也要下 是吧 其次 如果紧其二子头这个形状 被人家双单行线 必敲单 搞得我很难受 怎么办呢 是 就是事不可为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气掉 我就不要了吗 因为盘上呢 毕竟还大 是吧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诗相下的这个 繁衣要素总结当中的 好多要义呀都是有好处的 不要教条 但是呢 人家说的这些经典 我们他的精神实质 我们还是要领会 接着呢 请大家再看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当中呢 也会出现这个 双单行线 必敲单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例子吧 我们请看 盘上假设出现了这样一个定式 这个是过去的一个定式 也非常有趣啊 这二江高家 然后呢 白旗跳二 这是过去有的 我说的过去 不是诗相下 他们这个三百年前的过去啊 而是八十年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二三十年前的过去 接着呢 白旗这个飞压 是一个定式 他的愿望呢 是飞压成这样 当然这样黑旗也不坏啊 这是一盘旗啊 来给大家看看啊 然后下一招旗 他在这边来加工 当然这边应该有白旗 这边应该有白旗做依托 好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旗飞压的时候 黑旗根据情况 他就可以考虑冲断 这个冲断 我们这个会下围旗 具有一定旗率的旗友 对这些旗行都是很熟的 下一招旗呢 有两种下法 一个是单挡 一个是跳 有一种情况下 这个跳是可以的 两者均可 关键是黑旗下一招要长 如果你吃这个 就像刚才 上一次给大家说到的 那个旗行一样 那么对方有一个漏打 那么黑旗长 长的时候白旗打 黑旗下一招再搬 紧气二指头搬 这是一个旗行 本来呢 他是会挡的 但是白旗现在突然变了一招 这招旗也是有的 就是他先尖 如果你要尝试 三三的话 他下一步一搬了 连搬这个黑旗 脚上就死了 这个是很清楚的 因为你这有一个段 那么如果你要推这个呢 他下一步再挡下来 你在街上 我们发现如果他先走 街上再走这个的话 你会长进三三 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这个黑旗这个形状啊 就被白旗这一尖顶啊 就占了便宜了 可是现在他既不愿意退 看上去又不能挺 怎么办呢 这会儿如果能够想起 诗相下旗圣说的 双单行剑必敲单 下一招旗黑旗先来靠这个 这就是黑旗最漂亮的印法 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是 白旗如果要较劲搬这个 当然黑旗就老实不客气的 把旗经抽通 白旗再补一招 这个形成一个很漂亮的转换 根据情况呢 应该说是黑旗形状比较厚 这个结论呢 是占大多数情况 就大多数情况下 是黑旗稍稍好 不然如果他这个外势不好 刚才他这个加工 这个条件就不具备 我们接着再看 双单行线必敲单 他来敲这个 作为白旗来说 如果他要搬 那么黑旗这会儿再把它接上 接着下一招仍然要挖持 白旗如果要接 黑旗现在可以重重融融的 尝到三三去 这个旗形是白旗这两招交换 白旗亏损 当然黑旗这两招交换 黑旗也有亏损 双方复复抵消 看上去呢 至少我觉得是黑旗稍好 稍稍便宜 因此就这个现代定式吧 或者说是近代定式 从这个定式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 诗乡下说的双单行线必敲单 这个旗形当中的一些韵味 主要是旗子结构当中 考虑到旗子的活力 怎么样使我的旗子 这个效率更高 使对方的旗子效率稍微降低一些 这个呢是最主要的出发点 好的 今天我们关于诗乡下 繁育要素总决的这个聊啊 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一回接着聊 各位旗友大家好 我是蓝蓝地 我是王于辉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第16届三星财产杯 世界围棋大师赛中的对局 是 那今天这盘棋呢 是32强的比赛 也就是第一轮的比赛 是由我们国家的李哲六段 对韩国的朴婷环九段 那我想旗友们 实际上对我们的李哲六段 应该都是比较了解了 比较熟悉 是 他其实年龄也不大 88年出生 今年23岁 但实际上呢 他成名应该说 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比较早 是 而且确实呢 这些年在国内的比赛里 成绩应该说是非常的好 很出色 是 不过很可惜就是 他在国际比赛上的这个成绩呢 似乎 离我们对他的期望 总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呢 倒不能简单的以实力上来衡量 我想他的实力 现在跟鼓励孔杰 这些成名已久的高手啊 也不相上下 对 他的最新的等级分 是排在第三位 第三位 是是 实际上第三位 那就是 非常的强 对 那应该是比 苦力孔杰的其中 至少有一个人要高 因为第一名是周月阳 我记得 是的 那另外介绍 朴廷环九段 其实朴廷环九段 这个名字呢 可能 还 国内的旗友 不太熟悉 国内的旗友 可能稍微有点陌生 但是实际上呢 他的成绩在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好 刚刚获得了富士通杯比赛的冠军 所以他直升了九段 是 他这个九段呢 也是刚刚得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 我也在咱们这个中央五套 齐排乐节目的 讲解过朴廷环九段 对我们国家秋军八段的 当时秋军打进决赛 已经是九段了 讲解过这盘棋的对局 那盘棋呢 朴廷环发挥也是非常出色 也可以说是完胜 完胜秋军 获得了这个 富士通杯的冠军 是 那我想实际上这二位的棋 应该棋力啊 应该是在播种之间的 虽然说在国际比赛上的成绩呢 却是李哲比小他 小他几岁的这个朴廷环呢 还是差一点点 稍微差一些 但是呢 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李哲其实非常强 就是不能以一次比赛的成绩 来论英雄 是 这个意思 我想李哲 他只要心理上的这个关口一过 他世界比赛呢 什么时候拿谁的冠军 我是一点都不奇怪 这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盘棋 好的 盘棋是李哲的黑棋 嗯 是 李哲还是采取了最近非常流行的这个低中国流布局 也是他很喜欢的 是这样吗 是 他应该说比较喜欢中国流 高低他都下 而且呢 据我观察 他高中国流的胜率好像也蛮高的 在国内比赛 尤其是联赛上啊 他经常采用这个高低中国流轮番交替的这么一个开局的方法 胜率都还是挺高 其实我在想啊 他胜率高可能跟中国流布局也不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你的意思主要还是水平高 还是齐厉害 对 这个布局呢 我以前有记得打过一个比方 布局就相当于骑手们手中的一件武器 有人呢 可能用这样的武器用的比较习惯 有人善于用剑 对 就跟这个武林高手似的 有人善于用剑 有人善于用刀 有人善于用枪 这个 他用罐了以后呢 一般来说他不会轻易换武器 但是水平真正高到一定程度了 拿什么武器都很厉害 不用也同样 是 那这个呢 我想李哲在遇到他比较看重的比赛的时候 还是会拿出他最熟悉的布局 比较顺手 是 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在比赛的时候比较节省时间 因为变化比较熟悉了嘛 接下来白棋是挂这个 挂这个呢 实际上我觉得在黑棋使用低中温流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还是少见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多见的 对 大多数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两年 好像白棋在下面行起的这个时候比较多一点吗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他是高中国流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下子的比较多 如果他是低的话呢 就好像从上面挂的就比较多了 我是这么总结的 是是 这个亚地 你的这个总结方法我没有验证啊 我回去看一下你这个总结的这么一个是不是 我总结是有原因的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从这边来 我们就比如说最简单的 黑棋走一个白棋走一个 然后黑棋拆这边的时候 你从这挂 人家尖顶了之后 他这个位置就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他走这个 你就从这边挂 对 这样 他尖顶嘛 我尝一个 对 然后我这样就 他这个就真合适 他要是在这呢 他显然不如在这嘛 对对 还真有道理 亚地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有道理 我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高低的这个区别 我呢是从 因为我最近讲齐的这个过程中 包括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下低中国流 最近两年 我直黑下中国流的时候 其实胜率也蛮高的 那么你是下高的还是低的呢 我下低的 我高的一盘没下过 因为我觉得最高的时控上太难以把握了 我不太喜欢 那我下低中国流的时候呢 包括我去讲解别人的高手的棋啊 去观看这个中国流对局的时候呢 还是这这几年啊 最近两年吧 最近两年 我觉得白棋 明显从下 下面行棋的这个几率啊 要远远多于从上方行棋 就我还专门作为一个课题 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为什么大家都 这两年都从底下走了 其实我记得我 我们小时候学棋的时候 好像从上面走的也非常多 对 现在这个高挂 其实都很少有人下 人家都是走这个的多 走这个或者走这边手脚 这个应该说在高手的对局中啊 占的比例可能真的是要远远多过 从上方走起 我还在专门思考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有结论吗 有一点结论 有一点结论 就是我突然间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下棋啊 二十年前左右吧 那时候非常流行一个布局是什么呢 是小林流 压的还有印象吗 小林流 这是我们其实八十年代末 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布局 不管是业余棋手 刚学棋的少年 还是职业高手 都非常喜欢这个开局 那个时候呢 如果下成这个开局以后 白棋绝大多数的时候 这手棋会走在这儿 对 会走在这儿 这个高挂也有比较少 这个也有 很少 这两点会绝对是多一点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推理一下 但是我们那时候 应该从来没有人 下这个棋吧 好像从来没有人下 如果说真的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能拆到这一点 是不是黑棋也还满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倒推一下 应该就是绝好点了 绝好点 那后来呢 我也查阅了一些 有关于中国流的资料 然后包括我自己 下中国流的一些心得 我们把这个 再恢复到这个原位上 其实中国流呢 它有它很鲜明的特点 三手棋控制一条边 这是它的理论特点 它跟三连星的区别呢 就是三连星同样也是 三手棋控制一条边 但是两边是一样的 是 但是这个呢 中国流它对于 地和市的这个照顾呢 应该说是 兼顾的 而且它的侧重点是在这儿 明显是在这儿 因为这手棋是小木 小木的特点呢 是手时控比较容易 对 没有点三三 没错 而且这个拆呢 又不是偏向星位的拆 是偏向小木的拆 这边隔着六路 这边隔着五路 也就是说 黑旗的语言呢 在下低中国流的时候 黑旗的语言非常的明显 就是它的发展侧重面 是在这里的 如果是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的话 所以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 白旗 碰到低中国流的时候 在下方行期的几率 要大于上方 应该是有这个理论基础 你想如果说 我先下小林流 你是不会再让我沾这个的 对 那也就是说 我沾了这个以后 语言上很明确 我就不让你再下这一段了 是 两点 如果说都让黑旗走到的话呢 在布局上 黑旗起码是比较开心的 对至少自己的意图 都能够实现 是吧 是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点啊 就是白旗如果在下方行期的话 可能遇到的变化 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比如说你挂这个 它有可能会加工你 对 你走这个 它也有可能会加工你 很多复杂的变化 那挂到这里呢 实际上很简单 你挂到这儿 黑旗只有老老实实的挑 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变化 就是白旗呢 我想在朴婷华的这个 今天这个实战的这个心得上啊 可能是也有点想避免 进入里哲比较熟悉的一个套路 可能是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 比较少见的 我们猜的 对 我们猜的 跳这个 然后白旗飞 接下来黑旗挂脚 是 黑旗实际上这首棋 它没有拆在这个腥位 它走在这 对 这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看这首棋呢 我想他可能想以后这样比较舒服吧 肯定的 有这个道理 有这个道理 或者他一会儿在这边打仗的时候 这个子帮助大一些 对 这个 还能有什么 对 实际上这首棋 我也没有怎么下过 就是 一般不都走这 我记得还有走这儿的 有的 有的 实际上 这个也有 这个我印象中 搜寻了一下 应该是96年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比赛 这种大比赛上啊 应该是刘昌赫下出来的 他还是 刘昌赫有一段 就是特别喜欢下中国流布局 但他那个年代的中国流 很多研究的变化跟现在都不太一样 他那时候喜欢走这个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当白旗挂起来的时候 他是小尖的 他是准备小尖的 是 然后 就这样吗 是 白旗接 然后黑旗爬 然后再这样 是 挖接 我这样 是吗 是 然后黑旗再次 这里接上吧 是 这样的话 他这个字的位置 确实比在这儿还真的要好一点 他这样一手 是吧 是 他要在这儿 他反倒 离得远了一点嘛 毕竟离得远了一点 对白旗这几个字的压力呢 也会小一点 所以这个是黑旗的意图 这个是当时刘昌赫 所以他下这个 对 当时刘昌赫下这个的意图呢 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实战呢 在当时 他的对局中 刘昌赫的对局中呢 也确实没少出现 大家对这个应该都还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这盘旗呢 确实跟我们介绍的这个参考图呢 完全没有联系 就是说 黑旗走这儿的时候 白旗 白旗还是挂进来 白旗还是挂进来 但是如果说你要以为 李哲是按照刘昌赫当年的思路来进行的 那就 来考虑的这一事 是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说句实在话啊 他挂这个的时候 黑旗还是非 就我个人目前的这个竞技水平来说 我还真没看出这个字放在这儿 比放在这儿就是有明显好的地方 我是真没看出来 这个如果让我说 我觉得他要还是非 他放这儿更好 这个我倒能看出来 这个能看出来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可以给其友们验证一下 如果这个字在这儿 这儿是长形 这是长形 后面的定式会怎么下呢 基本上来说是这样的 是 是 我们载一个 是这个 是中国流最基本的一个形状 是这样下的 对 这是教科书上的基本形 是 档上 这个时候白旗托 这个我相信 只要经常看我们这个栏目的旗 我们应该都会对这个定型比较了解 黑旗接上 是 白旗也接 然后黑旗这时候尖一个 一般来说就尖掉了 现在我们看这个形状呢 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 就这个子的位置 ABC 这三点哪个好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会是最好的 如果赵理哲放来这里啊 这个肯定不会是最好的 是的 这个好像离后的地方近了一点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而且 就是以后这个应该是先手 也是先手 是 这个记忆肯定是先手 那在这儿的话呢 看看去有好的道理 有好的道理 因为这边厚嘛 这个离这个子薄的地方近一点 离后的地方远一点 看上去很舒展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将来打入的时候 白旗也活动的比较轻松一点 你将来跳 你将来再跳起来的时候 这意思就不是很大了 嗯 这个跳 这个跳就有点不大 无聊了 显得无聊了 所以呢 应该这个子放在中间是中规中矩的 这个跳也是蛮大的 是 你这边打入的时候呢 我这个子 起码也有攻击力显然更强一点的 什么一个道理 有道理 那他今天李哲这个旗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 然后照正常理解来说呢 他应该不准备飞这个的 是 至少是他飞了以后 至少是不愿意让别人下成刚才那个定性 这应该是他的一个策略吧 对 因为他已经没下这个了 他还是下在这儿 白旗如果拖 拖是黑旗没办法 只有搬这个 对 那白旗退的时候 他不常还能走什么呢 我记得不是有走这儿的吗 是 我估计他是会走这个 我估计李哲会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一般来说白旗会先压一下 然后黑旗退 压吗 应该是压吧 但是这个变化 说实话 这个子一定比拆在这儿好吗 黑旗斑 白旗也斑 这个定性倒是也经常有人会下 这做什么呢 应该还是要吃 如果退的话呢 如果退的话 白旗一虎啊 以后这儿 大大不用加 其实加你冲过来 它断是吧 以后比如说你现在攻他 他就单虎一下 你就很难过了 单虎一下就很难过 你已经不能挡了 只能退 那这个地方的眼位 加这个眼位 其实白旗想做活是很容易的 就不太好攻了 对 就这个地方 打上的话 再打吃扳一下 太重复了 是吧 再被打吃 这为什么不能挡 再打吃 再一扳 你只有接 然后他再立一下 白旗先手活了 是这样的话 他再收气 白旗的全是先手 先手活气 这个太重复了 是 就是攻不到白旗 那就是说 你还是会叫吃 我打吃 叫吃 白旗当然不能接 白旗是反倒的 提掉 接上吧 这个后面的旗 我倒还真的不是很要解释 应该怎么走的 虎 虎 黑旗大概会飞起来吧 然后白旗这地方是 局部的手机 应该是加 加我 接上 你有旗吗 接上的话呢 下一手团一下 来看你走什么 考验你的 这个下一手旗 会怎么办 你如果断的话 是不是稍微有点痛苦 断的话 这个形状好像稍微有点痛苦 但如果加的话呢 它以后冲 冲了再斑 再打 再虎 直接就活了 对 白旗当然就活齐了 这我还是得断 我刚才直接断了 得 刚才直接断 但是直接断的话呢 白旗可能会先不走 白旗可能先尝这个 给你这边留一点 这个气太紧了 这不舒服 这以后人家靠啊 什么 哎呀这味道 这味道太太不好了 对 实际上黑旗真的走这个 我觉得白旗也不是很怕 也不是很怕 至少我们这个参考图 黑旗是不真的 对对 我们没有看出 就是明显的 白旗有不好的图 没有看出来 就这个旗呢 确实也是一个去向 是李哲吗 我们刚才介绍过 它的旗风也是 比较鲜明啊 不是说不走寻常路的那种旗 但是这首旗 当然也不会是说 一走在旗盘上 就让白旗觉得很难过的 这么一个旗 就是现在还没看出 它到底有什么内涵 对对 我们讲了半天的意思呢 就是说白旗的实战啊 是采取的另外一种下法 但是呢 白旗真的就选择这种普通的脱退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大家以后 旗友们再碰到这个局面啊 有人给你下这个的时候呢 你就普通的脱退 看他有什么特别强引力的招法 你可以让学习学习 我们也学习学习 我这真没看出来 黑旗有什么特别厉害的 但这盘旗呢 朴婷环也是年轻气色 他选择的是主动出击的方法 嗯 他是怎么下的呢 他是靠这个 嗯 靠完了再拖 黑旗还是快的 是 这个 这三手旗呢 其实也真的是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这三手旗从局部来说 是很强烈的手筋 嗯 黑旗不好硬 黑旗实际上也是被逼得 没有什么退路了 嗯 有这个吧 对 退这个 哎 是顶 退吧 先退一个 退有的 但这不退呢 实际上是非常不推荐的下法啊 白旗吃 打吃 接上 接上 爬一下 对 这里也拐一下吧 嗯 那这个下法呢 实际上白旗先手活的这个脚啊 活得很大 嗯 黑旗的实控呢 损失很残重 嗯 这个这个 这个子的位置显得更不好了 对对对 实际上呢 我记得 亚迪 我记得我04年的时候啊 嗯 在维甲联赛中下过同样的布局 就是这个子的位置在这里 你是黑旗 我是黑旗 我是黑旗 我跟刘诗正下的 我的师兄弟 刘诗正下的 那盘旗我输了 嗯 后来跟聂老师复盘的时候呢 聂老师就比较严厉的批评了我这个退 哦 这个退是坏旗 实控损失很大 对 嗯 尤其当你被白旗在上面掉一掉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后世啊 很难发挥出特别大的作用 因为白旗的速度都很快 对 而且白旗都很厚实 是 白旗也都很厚 速度很快 然后黑旗只有一块空 这种一块空形成的模样呢 是很容易被对方给打散的 被对方起烧掉 很难为很大的空 是很难 嗯 所以这个退呢 是不推荐的 不推荐的 那么 那就换一个吧 换一个 除了退不是还能走这儿吗 还有顶 对 但是顶的话呢 实际上白旗也是比较开心的 白旗挡 然后我去这一步吧 对 再虎一个 然后我是走哪一步 嗯 有点不好办 我要是 要是这个的话 人家挡还是先手 嗯 难过 可是我要是这样的话 你长还是先手 是 它长或者跳 应该都可以 就算长下手还有断 所以我 但是再补的话 好像也挺难过的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补 这个子的位置 已经有点尴尬了 在这就好了 对 在这就好了 对 所以这个形状呢 实战 白旗先压 再拖再断 这几个手段呢 非常的严厉 嗯 但是实际上呢 也把黑旗逼到了一个 不得不反击的地步 嗯 黑旗也是没有办法啊 只有 一招可以选 是 我们刚才看呢 其实这个退和这个顶呢 白旗都是开心的 那肯定黑旗不能选 所以实战的黑旗 这个打吃下来呢 也是 可以说是只此一手 是 那么白旗 白旗打 肯定得这个 是 白旗打了再打 嗯 这个局部很意外啊 就开始进入一场混战了 本来呢 中国流一开始 这个地方应该都是 简单的定型 嗯 然后大家差不多就行了 啊 这战斗呢 应该是在后面的 很少有中国流的开局 就是直接在这个局部 就进行一场混战了 嗯 这个是 挺少见的 这个 那这个时候 一般来说是接上去吧 是 接的话 当然白旗也会接 然后我再打吃 这个 嗯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他可能会打这个吧 有没有 啊 这样打 嗯 那我只能提掉了吧 是 再打 嗯 嗯 这估计你还得接 我其实也不是很愉快 我左接一个 左接一个 右接一个 应该白旗就 飞一飞 就很容易就做活了 白旗也是很好处理的 应该是不难处理的 这白旗要处理好了 黑旗这个 这里外看上都不是很 对 这一个梅花舞 这一个梅花舞 嗯 白旗如果说就这么轻松做活 而且这个头还拐出来了 嗯 把黑旗的空前破光了 这被裂开了 是 应该说如果真的下成这样 让白旗轻松做活 黑旗肯定是不满意的 嗯 所以他这也不能接 是 他没有接 他没有接 也是对的 他直接打持这个 嗯 那双方在这个节的争夺上呢 其实就非常的复杂了 嗯 对 这个节很怪 比如说白旗下 白旗反正是先提吧 白旗肯定先提 白旗先提 实战黑旗呢 老早这儿没有尖一个 蛮有意思的 对 现在用这个尖 可以当一个节材 嗯 这个 这白旗在这儿 要如果接着下的话 嗯 是只好接上了 是吧 对 白旗呢 关于这个节 其实他确实也不是很好销 他如果接上的话呢 黑旗还可以爬回来 黑旗还可以爬回来 爬 可能 对 他是现在爬呢 还是先加工呢 先加工吧 先加工 对 这个加工实际上 由于白旗这个飞了一下啊 这个加工是对于白旗来说 也是比较严酷的一件事情 嗯 加上他这个销节 实际上 感觉上也没有什么太严厉的 那么一个 对 也就是自己活起了 是吧 嗯 他实战不肯消解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 嗯 先拆二 这是一等一的大厂 绝对是毫无疑问的大厂 嗯 这边呢 白旗应该说还是有信心去直辜的 能够处理好 是 只要白旗这边能处理好 应该说黑旗的风险也是挺大的 黑旗毕竟是在自己的空里啊 进行一个捕杀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这个捕杀起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那么黑旗接下来是提节 对 提节 后面呢 其实这个战斗啊 从这个提节开始 后面 瞬间就怎么说呢 形势急转啊 就是白旗下了坏旗 白旗下了坏旗 他实战是飞 对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实战是什么情况 他飞这个呢 是恶手 飞 白旗冲 黑旗冲 白旗挡 断 等他再提节的时候呢 黑旗正好立下来 黑旗正好立下来 那这边就被黑旗晚风了 对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白旗实际上这首旗呢 断在外面并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这首旗很可能是浪费的一个旗 没有用 因为黑旗这儿都太厚实了 是 而黑旗现在每个旗呢 实际上都处在它最应该处的位置 就是对白旗形成了一个合围 白旗这个形状有点苦了 黑旗 紫和紫之间的搭配都非常的好 对 它这个字可能就 没有用 不会有什么用 是 你看现在黑旗立下来以后 白旗其实很难过 白旗也不能开节 白旗开节没有节才 也不能接呀 但是现在如果接 黑旗正好一手旗虎回来 你再吃 人家还是可以攻杀你 你还是活不了 还没活呢 是 所以这个时候的白旗呢 就显得有点尴尬了 看上去这个非想出头 但是被黑旗冲断以后呢 又没有一个相关联的 非常合适的手段 后续手段能有 这个是坏旗 那就实际上被冲断之后 就没办法 比如说我也不能打吃呀 对 先打吃等于也是送别的一手旗 当时这个是这样 对 你要先打吃完了以后再提节呢 这打吃一个确实也帮别人在补毛病 对 打吃也是帮忙的 它继续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旗这个非是坏旗 那么它 白旗不应该非的 它下在哪呢 对 我觉得白旗爬一个比较好 先考验 先爬一个 看看黑旗的动静 是走什么 这个 这个黑旗可能还真的有点危难 黑旗肯定不能断进来吧 这是继续的 这个肯定不能断 然后接呢 这也不能考虑 它如果接的话 实际上就还原成我们刚才那个形状了 我们现在打了打 我们打了打就还原成刚才那个形状 这个白旗是不担心的 是 那也就是说你 你这个阶和断呢 白旗都不太怕 不太怕 但是比如说黑旗虎 黑旗虎白旗先提阶 后面黑旗这个阶呢 找起来就稍微有点复杂 比如说黑旗现在如果飞的话 白旗是绝对不会去靠断的 对 那是帮忙的 那黑旗呢 第一个阶是不损的 找得很开心 但第二个阶呢 就不太容易找到不损的阶了 没有眼见的特别合适的 是 而且以后呢 实际上白旗跟着斑 你再退 他打吃再打吃 这个白旗的借用还是挺多的 就说黑旗现在 我也不知道黑旗会走什么 这个这个是吧 不知道下在哪 对 其实黑旗挺怕的 我觉得白旗如果真爬这个 黑旗应该挺怕的 不知道怎么怎么处理 对 反正你这个阶跟断不行的话 那我下一手就可以舒服服的提阶 对 而他这个飞呢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虽然他也可以提到这个阶 但是呢 外面损的太厉害了 外面 直接被黑旗一手旗立在这儿 整个先送了黑旗很大的形式 黑旗这个地方的形状很漂亮 是 现在你 其实我们继续再往下观看 就可以明显看出 他这个飞的不好 他现在白旗没旗下了 白旗还是要爬 白旗还是要爬 那黑旗正好一手旗虎回来 黑旗截都懒着提了 黑旗正好一手旗虎回来 每个字之间形成的这个联络啊 都是非常的完美 对 没有一点问题 是 现在白旗还是不好意思开截 还没有合适的结材 因为没有结材 是 他需要往外飞 然后这时候黑旗继续搭住 这个招招都下得很凶狠 现在确实是白旗 有点难办 不好办 这不能往回 这要做活也不知道 现在白旗最好的做活方法 实际上是打吃这个 黑旗是下什么 这儿吗 打吃对 黑旗顶吃 比如说白旗提 接上 接上 然后白旗退回来 我也退一个 对 这样的话白旗倒是活了 牵手 现在你 你不走 就是黑旗是 白旗脱先 黑旗是吃不了 吃不了白旗 你提他就虎一个 他也活了 但是这个活的 代价太惨重了 黑旗外围非常的厚 黑旗外面太厚了 如果是这么做活的话 应该说白旗远远不如 我们刚才摆的那几个参考图 显得更轻松自如 这个太局促了 所以白旗实战一看 在这里面做活呢 也不是个好办法 他就干脆就弃掉了 他扮这个 弃子 那这个弃子还是有点大 还是大 但是那里面不还有个结吗 是 我们看 黑旗马上就还是可以补回来 打吃 现在搬这个 这个先保留一下 然后飞出去 黑旗补了 因为白旗现在如果马上开节的话 还是没有合适的节菜 马上开节他提 还是没有合适的节菜 对 哪个也不合适 所以他先飞 那既然他飞了的话 黑旗就补回来 吃干净 这个脚吃的还是有点大 但是白旗这儿也有收获 接下来他是下的这儿吧 是 他想如果这地方都是我的空 那也还可以 其实呢 说实话 这旗下到现在离胜负还是早的 离胜负还是早的 黑旗这个脚数到这儿的话 大概有将近50木器 算打持提掉 有将近50木器 再加上这边 全排大概有65木器的价值 但是白旗外面的子也很多 对 就这边都没有黑旗的子 都是白旗的 对 现在呢 只能说白旗在这个局部的作战呢 稍微失了点分 稍微失了点分 毕竟黑旗的实力还是太大了 而且还很厚 对 对 它很厚实 但确实离胜负总还是很遥远 黑旗 黑旗现在还要动这个子 对 它是尖冲 它如果马上动的话 还是有点困难 比如说你要是这么生猛的跳 生猛的跳 这么猛 起码刺一下 你恐怕也不太好意思接 我还是不能接 你要不接的话 被人家穿过来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如果你要是接的话 上面震一下 这个还是挺苦的 这么跑太重了 是 它呢 但如果不跑的话 确实被白旗就这么把这个子杀掉 对呀 比如说 实困还是很大的 这样 是 这不是挺大的 对 比这个也小不了多少 有的时候我们光看吃的子多 但是空还真不一定多 对 像这个虚空这么一围也还是很大的 也很可观 实际上黑旗这个先冲应该还是好奇的 但是 若寄若离 但是我看到这个旗 我就觉得 你白旗还走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的话 把这个吃住呀 是 这样的话 它这首旗呢 即使在外面可以走好几个子 比如说它贴 你要贴我就爬嘛 哦 你要挡我就贴嘛 我不是围着空了吗 这个反旗也真的是挺厉害的 这个反旗是挺厉害的 你得尝吧 我再顶 是吧 我就围上空了嘛 是 我这个地方 当然实战它没这么下了 但是它的下法肯定不如这个 其实我也 肯定不如这个 不如这个 我以为这是小负责安的心态 不是怎么回事 这个下棋呢 可能跟很多事情一样 该忍让一点的就忍让一点 实际上 若婷婷她实战的这首棋啊 看上去是气势汹汹 对 但实际上是过分了 哦 这个棋过分了 我觉得呢 当时 因为若婷婷毕竟她还年轻嘛 虽然最近成绩很好 但是毕竟只有18岁 她在这个局部 肯定意识到自己吃亏了 对 心态上还是有点着急 这个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她觉得 我那边吃亏了 我个不能退 但是这步棋呢 其实刚才雅蒂说的这个 应该是好棋 我还没想到这儿 我本来推荐走这个就挺好 我觉得 我本来 对 我本来想说走这个 走这个我还觉得 莫名是不是倾用比较多啊 走这个可能还倾用少一点 但这两首棋的意思呢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先确保自己的实力 这个实力确保呢 有40目以上 有这40多目的实力 加外面的几个子啊 应该说是 可以跟黑棋抗衡的 至少时控上不落后 是 这可以慢慢下 可以慢慢下 他实战的这个逼住呢 实际上就过于低估了白棋 过于低估了黑棋这个子 跑出来的威胁 他觉得我这儿很厚实 是 但实际上这个不够厚 这个真的不够厚 以后人家打吃你得提 点一下 你这儿有点 对 实际上这块棋 白棋自身也还没有完全活进 而且呢 白棋这几个子 是靠近黑棋的打后市 对 实际上他不够厚 这个后市实际上是相对而说的 其实白棋也挺厚的 但是因为黑棋对边更厚 对 对 后市确实是这样 你厚他就薄 你薄他就厚 这个有这个关系 然后他是 他先打吃了一下 先打吃 然后把这个大飞 这样的话呢 就间接着把这个子 就已经要拽出来了 这个子跑出来呢 白棋遭受的损失 其实不仅仅是一点 木属的问题 最主要是后保的问题 就拽出来 大家就一起跑了 也不见得就肯定是你攻我 对 然后白棋就得跳 是 黑棋就跳出来 白棋这地方也隔不断 黑棋 这个子已经起到帮忙的作用了 这儿出了头 等会儿挡下来就厉害了 现在黑棋跳了以后 白棋还不肯老老实实实爬过 白棋如果爬过的话 就显得这个子没什么压力了 对子更吓得不着急的地方了 对 所以他这个跳在这儿 应该说在局部来说 这个跳还是好起的 还是好起的 黑棋飞 把这个子连上 这个飞呢也是 这儿也看着 断 对 这个飞是典型的 就是手中带弓的一手棋 非常好 如果你要是补通的肩的话呢 实际上对他也没有什么压力 你要是着急把这下点掉呢 他贴你还得再补 对 这个点现在就是束手了 就不如在这儿了 在这儿飞 这个飞呢确实是 里哲一流的棋型的感觉 我其实说实话 我碰到这个形状 我第一感总是跳掉的 因为这个是绝对的先手嘛 这个飞还担心 是不是不是位置 有没有可能的后手 他们这个就觉得 这个好起 真是好起 这是他非常优秀的感觉 白棋不断 黑棋再尖出来 应该说这个棋尖到这儿 白棋再想攻黑棋这块 已经挺困难的了 已经是挺不容易的了 然后白棋是这个地方继续 在打吃 对 现在白棋的这些下法呢 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整形了 已经谈不上说对黑棋有多大的压力了 对 他现在把自己的形状走好 当然这个黑棋还是要冲一下 那白棋这个整形整完了以后呢 还是有点欠缺 还是有点欠缺 将来黑棋这边有子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欠着一手棋挖 对 后来 期待当中也出现了 对 没错 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看到李哲的这个手段 那总的来说呢 下到这儿啊 这个局部的攻防呢 告一段落 黑棋在确保自己五十木实际的同时呢 还把白棋的实际给破坏了不少 刚才我们注意到雅蒂说的 这个手棋把这个子吃住呢 这块棋有四十木棋 现在也就二十木了 只有这个甲上的控制实实在在的 这个应该说 现在双方实际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本来为什么刚才我们总是强调 虽然这边死了很多 但是白棋形式还 应该说落后的很有限吧 或者说不一定落后 是因为双方的实控的 总还是均衡的呢 黑棋就是比较后一面 现在如果说白棋攻不到黑棋这几个字 实控的差距被大大的拉开了 以后就算黑棋跑回来这个字 你爬过 你这脚也只有二十木棋 跟刚才那差太多 对 而且现在黑棋还是先手 是 黑棋现在挂这个 这个挂的白棋也挺难过的 其实 一般都是坚定 总不能走这儿吧 对 但是实际上他这个 也不能说没有心情走这个 走这个完了以后呢 白棋在这边下一个定式下厚了 最主要头疼的是不好攻 如果说真的好攻这几个字呢 加攻是可以的 就是你不知道从方向怎么来 是吧 从这边来还是从对边来 对 而且他这几个字眼味确实很丰富 这个 这个是先手 这个贴也是先手 这个地方眼味也比较丰富 对 他真要作眼 所以他实在很痛苦 他是肩这个 选择的肩 但是肩完了以后呢 像这个形状高位的时候 被别人拆过来 应该说心情上挺 只好再坚定 很不愉快 很不愉快 这个坚定也是挺俗的俗手 其实 他现在坚定完了以后 他的重要策略就是 绝对不能让这几个子连上呀 这连上的话 白棋就没细唱了 白棋就全都是后视了 是 他现在还得跳出来 但是实际上 这边两个拆二 加两个打钉起来的形状 已经不好攻了 这个眼味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加上这个出头 就随便搬接什么就火起了 然后黑棋是白棋跳这个 黑棋贴这个 对 那这个时候 感觉上白棋的这个进攻啊 多少有一些牵强 就不是那么自然 这个进攻看上去 不是那么 没有节奏了是吧 是 就不知道该怎么 是 这个节奏确实挺难掌握的 他现在这首棋也没有形状了 选择是这个尖是吧 这个 这首棋我也觉得 这个尖还是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按你说这个棋要是挤在这 我还能理解 其实这样的话 我就好接上吧 对 那我现在不是一首棋 起码可以跳在这儿了吗 比应该比在这儿舒服多了 起码可以跳在这儿 说的也是呀 嗯 但是那直接飞一个呢 干脆别走这一步了 直接飞 直接飞 他是不是担心这地方有断啊 比如说他挡下去 挡下去你总是要接的 你不能再被他冲一下 对 然后他会不会可能有担心吧 你这个挤不着了 可能就直接给你冲断了 来不及了 他实际上这个尖呢 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个 实际上这首棋 尖的本手还是应该爬过的 但是如果这个爬过外面再轮黑棋下 白棋就更没法去攻黑棋了 嗯 所以他强烈的 对 他强烈的想要出头 现在我相信白棋 他心里这个略视仪式是挺明显的 他招招在拼命 一定要把你两块棋分开 哪怕自己的形状不是那么完美 也要先把你分开 然后猛攻你 才有机会 实际上呢 他这个尖也有好的地方就是 黑棋不敢轻易挡下来了 黑棋如果挡的话 白棋在一接 黑棋这还要不断 黑棋这个地方的形状是不完美的 对 就是他宁可自己有一块鼓棋 但是黑棋也是两块鼓棋 自己怎么着先来不及管那么多了 还是不能让你连上 如果刚才飞的话 可能就 黑棋有可能挡下来 黑棋就会挡 这一个 那现在黑棋呢 也不挡了 黑棋冲一下 这个白棋只有爬过 这没办法 搬一个 也不敢断 这也不能断 是吧 再断 被这边搬下来 这只好搬 那情况就很坏 对 可是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子含在黑棋这块棋的嘴里 这块棋就更不好攻了 不 这个一下子不就活了吗 是 我这吃一个 或者顶了搬过来 活了还挺大的呢 对 这眼泪还大 现在黑棋可以不着急处理这边 黑棋先出这个头 有了这个子呢 这块棋基本上也是 不太容易被攻击的一个状态 然后白棋是 这还得补 对 白棋这个补呢 补的同时也是为了破坏黑棋的眼味 但是总的来说 白棋的这个攻击啊 第一 它几手棋都没有走在形状上 像这个子 比较松的形状 对 对于黑棋两边都没挨着 第二呢 由于黑棋的出头啊 出的都非常的畅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这个头走在这儿 非常完美的形状 跳在这儿 不仅出了头 还威胁着白棋的一些形状上的弱点 对 所以总感觉 白棋的这个拳头呀 在追着黑棋的身后打 没有在那个正面上 给他阻击啊 总是人家在前面 已经甩开你一个身位了 你在追着别人 而且呢 最主要的是 双方的时空差距 还是被拉开 对 白棋不是说 随便攻攻就可以的 就是白棋 他要获得实际利益 没错 而且这个利益 还不能说一点点 你要是真是什么 搬摘两下就满足了 那还好 那棋就好像多了 对 现在呢 白棋还是要考虑 要出重拳 要让黑棋付出很大的代价 白棋才能追回来 这个攻击起来呢 就压力很大了 现在白棋这儿 也不好意思补棋 这在补棋的话 就不是攻击的状态了 就是防守了 可是他是下这儿 他是下这儿 反正呢 就是 还是贯彻他的意图吧 就是尽可能呢 让你两块棋 离得越远越好 先把两块棋分开 然后再等机会 但是由于 这个两个拆二加杂钉 上面还多了两个字 这个形状确实不好攻 非常的不好攻 然后黑棋 黑棋反击了 这时候黑棋呢 刚才王老师提到 这儿有问题 是这有问题 这个形状确实也是 比较薄的一个形状 白棋呢 在忙于攻击的过程中 实际上对自己形状的缺点呢 估计的是不太足的 他可能觉得形势不好 所以顾不上 也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是这样 看见也没办法 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看 起码李哲在这个地方 表现出的这个 就是在防守中 对攻击的这种渴望呢 实际上是淋漓尽致的 他不是单纯的防守 他在防守的过程中 逃跑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盯着你形状的弱点 在进行防守 对也看着对方的毛 是是是 我们知道围棋视觉 不是经常提叫 公匹顾我吗 公匹顾我 对 但是实际上 他倒过来就是说 你自己在被别人进攻的时候 你也可以多盯着别人的弱点 来看一看 不要那个蒙着头 就是一门套餐 只顾着逃跑 是 那就没意思了 但这时候呢 黑棋从这打出来 这个非常的严厉 这一下白棋就有点困难了 如果接上 如果接黑棋长 然后呢 这不好办了 这一步是不行的 是 他就打吃 两点间合 没棋走 那么 这一步 这一步 他挡住 也不好办 也不好办 你现在连挖都不敢挖 挖人家从这边打吃了 也就是说 这个形状已经不敢接了 这样如果被尝出来 这个黑 白棋被割成两块的话 这棋太难办了 那这几个要死了 是 所以他实战这个尖 也是无奈之举 就放弃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被黑棋提掉的话 黑棋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 对 他这儿先尝一个 提掉 很舒服 哇 这个形状 在白棋的这个 看上去很厚的地方 又提了两朵花 这个心情非常的愉快 而且他这儿还得联络 是吧 白棋这儿还得走 是 然后白棋的眼味呢 实际上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本来这地方是白棋眼味的宝库 白棋因为有这儿的眼味呢 实际上整块其实比较厚的 现在突然间就是从内部啊 被别人挖心的这么掏 提了两个子啊 眼也没了 对 眼也没了 木也损失很大 这时候双方的心态 而且还要整形 接下来面临的还得整形 是 你现在就不是单纯进攻 你还得考虑防守了 对啊 他实战是搬的了 是 反正对形状不知道怎么走 搬已经有点难搬了 搬走这儿最好 能坐眼 那就没有进攻了 对 他现在还是想着进攻 搬这个 搬完了再贴 嗯 对 他还是想进攻 威胁他的形状 这黑棋的防守呢 也很有趣 这儿先打一个 打完了挤这个 挤这个的意图就很明显 下一手要叫吃 如果 要虎 如果白棋要长 他就打那边吗 其实我倒是觉得 白棋这手棋 应该闭脸 只有长进来再说吧 嗯 他实战的这个 他实战是沾了 他实战沾被黑棋一虎 这个就真的谈不上什么进攻了 白棋的进攻就完全的失败了 嗯 黑棋眼形很充分 黑棋眼形很充分啊 你现在还得提 实战你还得提 然后外面还都黑几下 这个怎么够 嗯 我觉得白棋这个闭脸 只有长进来吧 这个 你打吃一下就接上啊 打吃你就接上 先接上吧 这个不能被这么提掉 被这么提掉 还带着响 你下一步是准备走战 还是准备走战 我看你走什么 我不知道 我这边冲过来吗 反正损失是损失一点 那我接这个 我最狠 但是我接这个 你接我就从这把你打断 应该说这个对杀 对我杀不过你 你还活的呢 是 嗯 白棋这手棋 他实战为什么没有尝进来 我是真没看懂 按理说呢 前面的 就是朴婷婷的心态 其实是不太稳定的 嗯 他在一开始遭受损失了以后 后面有些棋 像这个B 像那个跳的肩出来 都显得有点急躁 都显得有点急躁 就是起码他急躁呢 也证明了 他认识到自己的形势不太好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是最需要 他发力反击的地方 就是说该拼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如果说再不拼 就真的以后想拼 就不一定有机会了 不一定有机会了 他这时候接 让黑棋虎过来 其实这个语言上 已经是在放弃 对黑棋的攻击了 对有了这一步 我们可以就看得很明确了 黑棋这个眼位太多了 是你现在还得提 以后他这个贴 还有可能牵手 他如果贴了牵手 以后挡下来的时候呢 不仅可以威胁到你 其实黑棋自身的作眼 也是有保障的 嗯 因为白棋这两个字被提掉以后 自身已经不是那么厚了 白棋也没眼 是 这首棋真的无论如何要挺进来 他没挺进来呢 我觉得黑棋虎在这啊 李哲应该说对这盘棋的这个 拿下来就信心十足了 觉得这个棋就比较舒服了 是实际上我们看 在白棋上内先死掉一块棋之后呢 那后来又被提到两个字 就不说了啊 白棋在进攻黑棋的过程中 白棋得到什么了呢 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有什么收获吧 就没有没有得分 是白棋的木还是这些木 黑棋的出头很畅 然后这边呢活得也很舒服 就是黑棋几乎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然后就把两边都处理好了 对 这个棋白棋 这个时候再不拼还更待合时啊 这个的确是啊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那这样的话 毕竟下一手冲跟那个叫吃见合 黑棋形状也挺难办的 我们再替他想想办法 是 他吃这个 吃这个 我得接这儿吧 接他提 嗯 再打吃 再打 实际上白棋就算出来 你就这样得了 是吧 这样的话 应该说一下吃掉三十多木棋 还是挺可观的 哦 最黑的不好 不好 嗯 而且你这外面还不一定 对对 你现在想把这个控权的收口为助 也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嗯 所以我看棋谱的时候 我最大的不理解 就还是到这一步 这个 这个白棋 对白棋必须要拼的地方 一个好机会 嗯 是不是 是不是逆转的机会不知道 但应该说是拼搏的机会 嗯 像他错过这个机会以后 后面就完全进入黑棋的步调了 哦 黑棋虎 白棋还得提 他提这个 黑棋的尖出来 很舒服 小尖 嗯 是 这个 他如果拐的话 怕别人搬 可能觉得有点送别人的形状 我想这是拐的 不知道 嗯 不知道 他可能觉得这个形状还送白棋的眼 也有可能 帮助白棋做眼 他以后期待着 肩完了这么跳过来 还离得稍微 离你稍微远一点 嗯 威胁你什么时候补回去 嗯 可以 白棋靠 嗯 黑棋扳 嗯 他明明知道被团一下不舒服也没办法 嗯 然后这时候呢 黑棋就贴啊 这个贴很凶 其实正常来说 就外面走一走 不断 哎 把这块鸡做活也可以 那他这个贴呢 就是在防守的时候 始终是进攻的意识还挺强的 这个我还是没明白啊 嗯 你比如说普通的是虎 不断吧 嗯 虎一个 或者接上 是 那么你贴一个 我就长嘛 假设下面是你的空的话 我不就 啊 跑到你的空里去了吗 现在呢 他 已经不 对 现在他对这点的空的这个概念呢 不是很强烈了 嗯 就是黑棋现在的形式呢 已经判断的很清楚 只要这两块鸡处理的比较踏实 嗯 这边一点的空的损失呢 其实无毒轻重 就被你破掉也没关系 对 他贴到一下还是有便宜的 贴完了再飞 这个形状应该说更理想一点 对 好多了 嗯 对 比被你拐一下呢 还是要舒服一些 嗯 对 所以这个贴呢 应该也是 就是非常有进取性的一种下法 不甘心于普通的这种防守 嗯 但是白棋呢 当然也也不能断 白棋断被扳一下 这个形状太难过了 被扳一下 他连虎都不敢 虎一个 不敢虎呀 嗯 虎的话这一打吃 接上 再这一冲过来 这要出大问题咯 我走这儿 你走这儿 是 你只有提 他在打断你 那这个整个就 就要出大问题了 每个也不一定活 是吧 对 里面轮我下 你肯定是死的呀 提了两个也是 也是 一个也 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下出了 很多棋友们 不是特别好理解的一首棋 只走这个 这个棋不能说很多球 这棋我看到 也觉得不可解 是 我心想他走这儿干嘛 是 不会是棋谱错了 我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 也没琢磨明白 但实际上这个形状呢 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他走完这个以后 起码在扳的时候 黑棋在扳的时候 他可以虎了 他可以虎了 而且这手棋 确实下一手有冲过来 这一手冲有20分的价值 就是应该说还是 就说他有用 是吧 下一步我能冲断 能把这儿吃了 是 他有它的价值 确实很大 而且呢 他现在这个形状很难过 他如果长 他又不肯 他总是想扳 或者想断 可是眼下这个条件 显然不成熟 所以他的期待呢 就是最好沾一个 你跟着硬 最好你跟着硬 然后你就断 或者扳 或者斑 或者斑 他总是不能 不能这么鼓鼓咚咚在场了 对 一旦这儿被断了 这地方 它还有假眼的可能吗 是的 是的 但是呢 这盘棋 确实李哲展现出的 这个竞技状态呢 非常的不错 在这一瞬间呢 他看清了这几个字 他马上先扳 那样刚才你扳 我现在不是可以活吗 这是后面李哲展现出 这个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加 这两手棋呢 扳了加式组合拳 这个组合拳打出之后呢 白棋的防守 确实是非常的困难 这个很漂亮的棋 是吧 我看看 白棋不能反击 比如说打吃 打吃没有意义 他就接上 打吃也没用 对 打吃完了 你这地方局部 还是很难扳 我不能被你断 我接这个 那他从这打出来 这连根打出来 就还是会出现 可能攻守逆转 甚至死掉的 这么一个可能 哦 可能是要死了 是 就是我接完这儿 冲冲冲都没用 是吧 我这两个早被提 不然还没 是 是 这边白棋实在是 让黑棋下的太厚了 他应该说 我们看后面的棋 还是很精彩的 白棋的反击呢 也是很精彩 白棋挡 那逼着黑棋 黑棋肯定是要吃的 对 我们看这个棋啊 现在就形成了一个 没有变化的转换 白棋现在打吃 黑棋提 对 白棋顶这个找棋 这时候呢 黑棋也不能硬结了 如果硬结 黑棋如果硬结 白棋提一下 黑棋也找不到结 我得接这个 然后白棋再断掉 这样的话呢 黑棋整块棋 也真的是危险 也真的是要渲入 因为你尝试先手 我这头肯定出不去了 对 我打着这一下了以后 我这个长就是先手了 现在呢 就是白棋就缺这一枚结材 能不能打着 这是胜负的关键 其实这盘棋胜负的 绝对的关键 实战呢 当然黑棋做的一个 就是顶的时候 对 顶的时候 黑棋不硬这个 踢掉 他这儿又都气了 是吗 都气掉了 然后白棋吃 白棋吃 这个棋 我们为什么就是 黑棋刺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儿 稍微讲解一下 这个整体的转换 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气得非常大 黑棋这块棋 起码起码起了五十多木棋 这四子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十四 对 加上顶的这些木 加上虚控 这那块气的差不多有五十木棋 而黑棋得的实控 肯定没有得五十木棋 这边本来就是黑棋的控吗 不一定 刚才我查到那 那就不算 不过还是黑棋 成功的可能性大 对 但是应该怎么也数不出来五十木棋 就是单从实用的角度来说 黑棋肯定是亏了 所以呢 我们在就是欣赏李哲的这个 搬了家的这个手段的时候呢 实际上最应该欣赏的是什么呢 是他良好的形式判断 其实单从这几手机 局部的计算很简单 很简单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搬了家的时候 他就想好了这里要去掉的 是 他搬了家以后 他一定看到了 当白棋打吃这个的时候 黑棋也不能应接了 没有 黑棋也没有劫财 黑棋好处就是 他可以先手提结 先手提结以后 把中央的这几个子全都拔光 当然了 后面还有留下吃几个子的 这个小手段 对 那最精彩的是什么呢 他在提前在搬这个的时候 他就已经判断好木数了 这个很难 这个对棋手来说 其实是比一个长距离的直线计算 还要难得多 因为他后面有太多未知的 是 是这意思 有太多未知的 而且呢 在他搬的时候 他这些就要把木数全都点清楚 把自己的木数也全都点清楚 在棋子没有放在棋盘上的时候 去点木 那是非常难的 他不是凭感觉的吗 对 其实说实话 棋子放在棋盘上 我让我去点木 我经常有时候都点不清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你下棋的时候就点清了 反正这盘棋确实也不好点 因为双方都快有一百木了 那这个棋呢 就是李哲有良好的形式判断 到现在 他还是判断得很清楚 他搬接 他也没有去点三三 去走一些很凶的棋 那样的话 会威胁到最块棋的眼位 是 最主要是 他知道他搬接之后 把这块棋处理好 因为全局其他地方几乎都定型了 只要这块棋处理好 这边的空不让白棋围得太大 黑棋就不会输 就是他这盘棋始终展现出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掌控局面的能力 驾驭的能力 是 他在攻杀的时候 吓得很凶狠 把你吃了 在逃跑的时候呢 吓得很清零 然后把自己跑得也很愉快 到最后该棋子的时候呢 他判断得很清楚 直接就气掉 就是这些细节 这些局部 都表现出了一个超越流棋手的 就是应该有的素质 掌控局面掌控得非常的清楚 对 这是很难得的 是 对 是这盘棋非常精彩的一个道理 对 这个搬摘完了以后 实际上白棋要想把这边的空都围起来 也还是挺难的 假商 对 你要围这个的话 人家点了加这个棋肯定是 没有办法吃掉的 是 所以他实战选择的是这个 那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如走在这儿好 走这儿 走这儿以后目数差 对 目数的班只能退 但是走在这儿了以后 我看实战里哲这时候再打入 这个打入就没有风险了 这边也这么厚 这边也这么厚 就是只要这边不让白棋全围起来 黑棋就应该说优势还是挺大的 对 而且白棋拿这一步棋也没什么办法 没什么办法 这也没什么可攻的 是 黑棋太厚了 所以白棋现在爬这个 收官是吧 是 这个爬也确实很大 还被大飞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好像还是放在这儿好一点 还被大飞一下还挺难过的 飞一个也不能不走 是吧 是 不走人又跳进来 是 走这个 然后提高 白棋挤一个 对 这个就是正常的关子的定型了 再搬 搬 黑棋长 把这个空中央的定型给碰给围一下 然后它断 断这个应该说是这盘棋 白棋给黑棋的最后一个小小的陷景吧 这个棋是吗 对 你想 黑棋本来吃这个白棋这个子是跑不了的呀 这个我还没发现 对呀 然后我是接上的 对 接上 对 白棋拐吃 黑棋就一尝 那这个子肯定是跑不了的 肯定是死的 那这样的话 对 白棋呢 肯定就会这样下 我这样 然后这边 靠一靠 那黑棋这个就 就得气子了 是吧 是 那如果气掉的话 白棋这个空前很大 那这样的话 黑棋就不划算了 所以呢 这两个也不能气 没错 必须去上这两个 所以呢 刚才就说了 这个白棋这个段呢 是给黑棋留下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小小的陷景 等着黑棋来吃 对 等着他来吃 当然 李哲到这个水平 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他走这个 不给白棋生冬击西的机会 我先搬一下 这倒是也无所谓 这样的话 黑棋就再把这个简单处理好 他先处理之前 还是先便宜两下 这个很舒服啊 而且木树也有所增加 是 这个白棋主要没有什么反击 这是对于黑棋来说 是他的权利 尖 白棋搬这个 对 尖完了再虎 现在很谨慎 要单搬的话 可能还怕别人点 很有可能点 对 这时候白棋呢 最后的再拼搏两下 做这个 白棋 是 又出现一个结针 但是这样的话 这个由于黑棋在这个地方的结材 实在是太多了 全都是结库 提掉 这白棋一个合适的结都找不到 白棋直接接回来 然后黑棋 蒸到最后一个大棺子 把这个吃掉 这个棋 它不单单是棺子 而且它接下来 结材也增加了 好几个 而且呢 以后它再冲了再立 还有后续的官子手段 对 实际上这样 我觉得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后面还有一些手术 但是跟这盘棋的胜负也没什么关系 最后呢 是李哲直黑中盘战胜了 朴婷婷 但是应该说 李哲也是日盘棋发挥的非常的好 对 这盘棋是他的名局 是 我们刚才也稍微的总结了一下 就李哲这盘棋 在攻的时候 守的时候 还有到最后 棋子形式判断的时候呢 都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 就是这盘棋 应该说是无愧一个强一流 或者说超一流的水平 因为朴婷婷的实力也很强嘛 李哲堂堂堂堂堂堂正正的战胜了对手 对 很值得称道的一句 非常好的棋 那么李哲这盘棋赢了之后 他就进入了 好